大家好 又來到了每週的遊戲時間 影片看起來如果喜歡我的內容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也歡迎追蹤我的FB粉專還有TOOCH實況頻道 原本以戰術與合作為賣點的R6系列 自從主打PVP的圍攻行動推出以後已經許久沒有推出新的作品了 聽聞終於要有新作的時候 很多玩家相信都相當期待 不過誰也沒想到一公布消息以後 這款R6的新作卻是由圍攻行動中的一次現實模式 Outbreak 所衍生出來的遊戲 玩家的敵人也從恐怖分子變成了清晰地球的怪異無隽體 這款遊戲在國外論壇中其實還蠻有趣的 一方的玩家認為這款遊戲簡直是在侮辱湯姆克蘭西這位作家 以全新的遊戲來包裝一款看起來像是大型DLC的騙局 另一方面的玩家則是蠻享受這款保有R6元素 卻是注重PVE體驗的遊戲 自己算是屬於後者 不過同時我也很能認同那些認為這款遊戲很像是DLC的玩家 即使和其他的3N遊戲相比便宜了一點 依然無法彌補撤離禁區他在內容上的不足以及過於重複的遊戲循環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介紹 《徹離禁區》是一款主打三人合作闖關的FPS 玩家將扮演由R6幹員們所組成的REACT小隊 在四個地點 紐約、舊基山、阿拉斯加和新墨西哥之中完成各式任務 仔細地核量隊伍中的各項支援 次情況決定是否撤離或者繼續執行任務 身為一款圍攻行動的衍生遊戲 《徹離禁區》的遊玩方式可以說是和圍攻如出一側 有在遊玩圍攻的玩家必定能馬上熟悉這18位幹員的技能組 以PVE的遊戲環境 《徹離禁區》在角色成長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調整 可以說遊戲的整體進度都圍繞在幹員的等級身上 玩家起初只能選擇紐約執行任務 能選擇的幹員與裝備都相當的有限 需要不停的執行任務成功撤離後才能獲得該幹員的升級經驗值 而這些幹員升級後他們的技能也會獲得不少的增強 像是使用救援陣的DOG不只救援陣的效用更強 幀數也會更多等等 與此同時這些經驗值也會累積成一個整體的貢獻度 貢獻度越高 能去的區域 能使用的幹員與槍械配件也就越多 不過相信很多人都有注意到我剛剛強調的成功撤離 這邊就要來談談遊戲的關卡架構了 玩家可以自由的選擇獨自或最多三人一同執行任務 每個地點都會有三個關卡 而每一個關卡又分成三個小區域 最常見的像是在軟甲中 安裝掃描器或者暗殺特定敵人等等 每一次完成目標都能獲得經驗值 而玩家也必須衡量隊伍的彈藥生命以及配件 是否充足面對下一個區域 因此盡量不被敵方發現而耗損過多的資源 就是完成任務中很重要的一環 即便是最簡單的難度 只要被外星人打到兩三下 基本上不是死也是半殘 而遊戲的基礎生命值是不會回復的 就算退回到主畫面也不會補充 想要回復就得使用其他幹員 在任務中完成目標並撤出 要是真的不巧被擊到兩次的玩家 就會進入無法復活的KO狀態 這個時候需要靠著隊友幫自己 搬運到該區域的撤離點安置 不然就會MIA而無法使用幹員 這也是我認為遊戲中最有趣的部分 要解除這位幹員的MIA 就必須重新的選擇該關卡 遊玩到那一關 他被KO的區域才能開始救援 這個任務中 一位玩家必須嘗試拉出被KO的幹員 而另外兩位玩家 則是盡全力抵禦來襲的敵人 以及綁住KO幹員的藤蔓 最後再將救出的幹員搬運到撤離地點 如果救援失敗 玩家就會損失大量的經驗值 讓整體的遊戲進度後退 這個蠻硬核的系統 讓每一位玩家在關卡中都必須格外的小心 隨時配合才能全身而退 第四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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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來給一些我在遊玩過程中的建議 新玩家開始的時候 我推薦從Dog、Rub 以及Pulse這三位角色開始練 Dog的治療症在各個情況都相當的有效 隊友倒下時也能在遠處救援 自己的生命值不夠多 還能自補而不拖累隊友 Rub則是可以放置減傷的防彈衣 對於新手來說 只要放置技能 就能對對武起到輔助的效用 而Pulse則是能隔牆偵測到所有的亂家與敵人 善用偵測以及遊戲的標點系統 就能避免到很多因為大意而失敗的情況 是前期不熟悉地圖的最佳角色 配件方面 其實一開始的煙霧彈就非常的強大 在一群敵人中扔出就能封鎖失線 交入了敵人還能直接暗殺 不過在升級後 我推薦玩家可以試試看震撼彈 可以暫時的封住敵人的行動 並進入可暗殺模式 敵人 若是身上被附著到了綠色毒液球 身邊又沒有隊友能近戰幫你擊破的時候 也能丟一顆在腳下解除 算是相當有效的救命道具 影片的最後就來做一個總結 R6徹底禁區 在我看來的確是有很多的不足 身為主打PVE的R6 卻在這些這麼受歡迎的幹員身上毫無著墨 既沒有深入探索這些角色之間的互動 劇情也是非常的不足 明明是這麼好發揮的古俊體方面 也是遺憾的用文字提到背景故事而已 另外整體遊戲的架構比起一款3A遊戲 更像是一個大型DLC 關卡之間的視覺呈現也不夠有特色 這些不斷重複的關卡與任務目標 在沒有劇情的加持下 很容易就會讓玩家感受到疲乏 過不能否認的是 我在與朋友一同過關的過程中 感受到了非常大的樂趣 高難度底下 每一個抉擇 每一次的槍火交戰都讓我腎上腺素暴增 升爬一不小心就讓自己的幹員KO 而損失大量的經驗值 若是能找到幾個朋友 我滿推薦在特價的時候一起買來試試看 另外遊戲也有登上XGP服務 這對於這個遊戲來說絕對是加分 那這次有關R6徹底進去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內容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FB粉專和Twist光頻道喔 最後謝謝你看到最後 掰掰 過去看 ANGそれ對 Rolex 佐 Earn利 她很難以為 學習隆 很難得